那么零四 零四就是文件指针的概述 文件指针的概述 文件指针的概述 这是文件指针的概述 好了 咱们继续 接下来我们就看 接下来就简单了 接下来就是什么 接下来就是 接下来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函数使用了 OK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用打开个文件 任何文件在使用之前 我看有笔记做了 光别到这弄了 过后这没做 OK 把这个图截下来 这个截下来 这个截下来就行了 了解一下就行了 了解 注意这是了解 了解 好 接下来就是我们什么 这个弄好过后就是 是 第四点就是打开一个文件 第四点 就是fopen 打开一个文件 那么fopen如何打开一个文件呢 跟着两个一起去看一下 如何打开一个文件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任何文件在使用前 必须打开 使用后必须关闭 这个必须要记住 它是一对的 什么呢 就是说白了 任何操作就是fopen 先打开 操作完了过后呢 干嘛呢 fclose关闭 就像我们申请空间 Molock申请空间 升文件完了过后 用完过要释放 那么这个位置就是什么呢 读写 这个位置就是 你随便你怎么读 怎么写就可以 比如write 或者说read 读写 这就是读写的动作 你反复的读写都可以 必须是先打开 必须是什么呢 读写 操作完了过 你不想用这个文件了 那么你再关闭 必须是这个流程 必须是这个流程 这个流程 记住的 给我扣一个 是 我记住扣个0 打开 操作 打开 操作 关闭 打开 操作 关闭 一定要注意 文件的操作流程 那操作可以是循环操作 伙伴们 一定要注意 操作可以是循环操作 那我们来看看 打开是怎么打开 你看到没有 用一个file 那个类型 定一个指纹面量 那这个指纹面呢 保存一下这个fopen的返回值 这个fopen的返回值 其实就是 它在根据这个文件 根据这个文件 根据这个权限方式 干嘛呢 会在我们 内存中开辟个空间 这个空间呢 记录了当前这个文件名 所有的相关信息 能够操作 能够操作这个文件的 所有相关信息 然后呢 它的返回值 就是把这个空间地址返回 让p去指向 让p去指向 它指向它 我们在这根本就不关心 file它到底有啥 不用关心 这就OK了 那么 再对于我们打开一个文件 打开一个文件 这个呢 大家应该会 这个接下返回值应该会 就说我们每打开一个文件 一定要用文件指纹去接返回值 其实我们重心上了 文件名我就不多说了 文件名呢 就是你想打开什么文件 就以周创的形成存在 主要打开文件 比如说是a.tt 那就是a.tt a.tt 就OK了 那么关键是 对于这个函数 我们要学的重点 相对来说比较难的 就是这个使用方式 使用方式有什么 读写追加 可读可写 同时就只读 只写 可读可写 追加 等这种方式 所以说我们在文件打开 这个知识点中里面 可能大家更多的精力 不是放在这里定义变量 不是放在接他返回值 不是放在里的文件名是啥 而是放在了使用方式 所以说接下来给大家看看 使用方式是怎么样的 它其实就这样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文件名我就不说 是个周创 你要打开文件名你都不知道吗 你要打开什么文件名都不知道 你还打开它文件干嘛 OK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参数就是文件名 需要操作的文件名 可以包含路径 如果文件名不在当权位置 你就必须指名路径 路径 以相对路径 或者绝对路径去指名就行了 相对路径 或绝对路径 绝对路径 那么 这个呢 那么这个是文件的读写 就是这个是文件的使用方式 这个是文件的使用方式 使用方式包含读写文本二进制 读写文本文件方式打开 还是二进制方式打开 然后都在这个使用方式里面 然后呢 文件指针呢 就是我们必须要保存的 为什么 将来我们的write函数 read函数 关闭函数 通通的借助这个文件指针 因为那些函数 它不知道我要操作谁 不可能让你再传文件名了 它要借助这个文件指针 比如说 我们打开的是a.tkt a.tkt a.tkt 这个文件 那么这时候这个文件指针 和这个a.t就关联起来了 你操作这个文件指针 就等加于操作a.tt 然后我们这一定要注意 所以说 fp的文件指针 是指向被打开的文件 失败返回空 成功返回相应的指针 所以我们打开成不成功呢 一般会去判断fp 它是否等于空 如果fp它等于了空 那说明文件打开失败 文件打开失败方法很多 有可能文件不存在 也会打开失败 如果文件是指读 我以指写的方式打开 也会失败 对吧 文件路径不对 也会失败 这是很正常的事 这是我们的这个 文件指针 给大家描述 所以我们的重心是要记这儿了 文件的使用权限 什么叫读 什么叫写 什么叫二进制打开 什么叫文本打开 可能大家这要花心思了 留意一下 这个题话 可能大家花心思去留意一下 OK 那么比如说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要打开这个password password.tt这个文件 我以读文本文件方式打开 如果你看 打开了 用这个指针面上去接 接完过后了 我要判断 如果它等于空 我就说打开失败 就这个 简单说一下就行了 那么像这个 可能就是我们后面 两个你为什么知道 这叫读文本文件 二叫读 这个t呢 叫文本文件 二叫锐德的缩写 锐德缩写 t呢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text text缩写 所以说这就读写 所以说我们需要重心的 就是记住这些符号 有哪些 rt什么wa等等 可能要记住这个 那么这个使用了 这飞机箱呢 就是就定个指针面了 保存这个 它返回值判断 它要等于空 就完了 那么以指读方式 打开当前的路线 叫password.tt 返回一个文件指针 给fppassword成功 打开成功了 就打开失败返回空 打开失败就返回空 成功返回天天地址 这个呢 有点注意 那么 第一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什么 就是说 这是文件名 这个文件名 那文件名 你看看到没有 伙伴们 这一定要注意 如果双引号 直接给的文件名 这种方式表示 叫打开当前原文件下的 什么呢 password.tt 是当前原文件 这叫相对路径 这叫相对路径 就是说 我和你之间的相对距离 比如举个例 什么叫相对路径 绝对路径 就这样的 比如说 我画一个图 给大家看一下 简单看一下就行 OK 好了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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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哥 你这画的是啥 画的是啥 我也不知道画的是啥 那么这时候大家看看 这是看看 画的是啥呢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那么这个位置 比如说 我写个这个东西 大概在这 比如说这是一个大龙坑 大龙坑 这个位置是小龙坑 这是泉水的位置 水晶的位置 这是红方 这是南方 这个应该大家知道啥了吧 OK 好了 那么这是 这是假说 打野的 在这个位置 打野的 在这个位置 打野了 在这个位置 打 打 什么南方 在这 打南方 好 这是ADC ADC ADC快干 ADC发现了 对方越 干嘛了 过线了 对吧 越过冰线了 越过冰线 要在塔下干你们了 在塔下干你们了 这是ADC干嘛了 就发出一个 发出个资源的请求 插个小旗席 快点过来 帮忙帮忙 打野呢 他就有两种方式 跑到这来 第一种呢 直接从他当前的位置 干嘛呢 干嘛呢 从这绕过来 从这绕过来 干可以不 那么这个 从打野的位置 到我们需要资源的位置 这就叫相对路径 相对路径 就是说从当前的位置 去看 去找 这相对路径 那么如果打野发现 他都快被 什么呢 被 南方 打死了 他要回趟家 回趟家呢 再从这儿出发 再从这儿出发 再来干咳一波 再来干咳一波 那从这儿出发 就是绝对路径 就从你的家出发 不管你在哪个位置 我都先回程 在满血过后 才来过来支援 那么这个叫绝对路径 要从我们的家目路开始 我们家的路径开始 不是从当前为止开始 这就是 什么相对路径 叫绝对路径 好了 那这相对路径 就是如果是直接给文件名 表示什么 就是当前原文件下的 parsour.tt parsour.tt 这个要注意 OK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 就是这个是什么 当前路径下的 tess目录下的parsour.tt 这是上一期 目录下的parsour.tt 这个我讲 NASB令会给大家讲 OK 这都是相对路径 那什么叫绝对路径 这叫绝对路径 我不管你现在 这个代码在哪个位置 不管你代码在哪个位置 那我就说 C盘下的 tess目录下的parsour.tt 制度 我是从盘幅开始 那这叫绝对路径 绝对路径 OK 好了 关键是第二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呢 你一定要注意 第二个参数 就是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我两个的笔记 我们说使用方式 使用方式 文件名我就不说了 就绝对路径 相对路径 都无所谓 那么这个位置 就是文件的使用方式 使用方式 这是要大家注意的地方 就是说 使用方式 使用方式 大家一定要注意 文件的使用方式 打开文件 那么使用方式 注意使用方式 那这儿呢 该怎么去看 我们使用方式 那使用方式 就几个 整个这个文件的权限 其实都离不开 就是这几个 就读写权限 有RWAX 还有了 还有了BT 我给大家说一下 就RWAX A加 A加 RWA加 还有呢 B B和什么呢 T B和T 再加个B和T 所以第二个参数呢 其实就是用这几个 由这几个字母呢 组合而成 组合而成 好了 我们先看 看完过后 再给大家给做笔记 R表示 以止读的方式打开 止读的方式打开 R就锐的说法 就说我以读的方式打开 如果这个文件不存在 我就返回空 你看我以止读的方式打开 你的不存在 你让我怎么读 哥们儿 我以止读的方式打开 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不存在 就返回空 如果文件存在 就返回文件指证 后续就可以对文件操作 说R叫读 R叫读 那么再看一个 写 W叫写 那么写呢 是以止写的方式打开 如果文件不存在 那么它会以止定的文件 名创建该文件 如果文件存在 它会清空该文件 进行读写 伙伴们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不存在 我创建一个 如果你文件存在 对不起 我给你清空 说人话 管理存不存在 我都会把你删除 如果不存在 我就创建 如果存在 我把你删除再创建 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W 以止写的方式打开文件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W以止写的方式打开文件 如果不存在 创建该文件 如果存在 删掉 我再创建 删掉再创建 动作就说 就是清空文件 清空文件内容 如果文件打不开 则返回 返回什么空 A是以追加的方式 打开 如果文件不存在 那么就干嘛呢 就创建该文件名 如果文件存在 就在文件的末尾处 进行写操作 这叫追加 追加 追加到这个文件后面 希望能理解这句话 A那是追加方式 就说如果文件不存在 他就创建文件 从这开始写 如果一个文件 已经存在了 他就找到这个末尾的位置 在后面添加 叫追加 追加 OK 好了 加号呢 就是同时以读写的方式打开 就是可读可写 同时具备可读可写 就是RW 这个意思 就类似RW 可读可写 R 加号你就记住 加号呢 就是可读可写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什么 B和T B是什么二进制文件打开 T那是文本文件打开 你得注意 那么 指打开的方式 与文件的存储方式无关 是与操作系统有关 就说 它是与操作系统有关 你的文件存储 什么格式存储 无所谓 关键打开的时候 你看用什么呢 用B还是用T T呢 默认是可以省略的 如果你没有看到B 那就是文本文件 如果你看到的B 那就是二进中间 因为这个可以省略 这基本上看不到T的 比如说 我打R RB 这就是RB 这有什么意思 RB 以指读的方式 打开二进制文件 如果我直接写个R 这就是相当于 把T R的话 你没看到B 那么这时候呢 你也看不到T T是省略了的 那这时候呢 就是以指读的方式 打开什么呢 文本文件 文本文件 那这个呢 一定一定要注意 一定一定要注意 好了 那这个地方 我给大家 做个笔记 就是说 分别是什么呢 分别是什么呢 就打开方式 第一个是R R 一定要注意 R 它是以指读的方式 打开文件 以 指读的 指读的方式 打开文件 指读的方式 打开文件 我们这一定一定要注意 以指读的方式 打开文件 指读方式打开文件 它有什么特点呢 那特点呢 我就不写了 笔记上 这写的很清楚了 我就拿过来 拿过来 以指读的方式 打开文件的时候 如果不存在 就失败 如果 如果存 如果存在 就成功 打开成功 这一定要注意 这个地方 这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R 这是R 那么还有一个什么 就W 这是什么呢 就消写的 消写的 OK W是什么 以指写的方式打开文件 以 指写的方式 打开文件 打开文件 这儿要注意 这儿要注意一下 那么以指写的方式打开文件 它有什么特点呢 这个特点大家记住 有可能这个特点 会造成你了 一些困扰 比如说 以指写的方式打开 你就记住 只要看到W 它就这样的 如果文件存在 如果不存在 就创建该文件 如果文件存在了 就清空该文件 是不是很暴力 对吧 很暴力 好 很暴力 那么RW过后了 接下来就加号 加号就是什么呢 就是可读 就是A 还有个A A是什么呢 就是以追加的方式 打开文件 以追加的方式 打开文件 就是说 往文件末尾添加内容 这是往文件末尾添加内容 就是说 往文件末尾写入数据 就是什么 往文件的末尾写入数据 就这个意思 说人话 就是这个意思 就这个意思 这就是的方式 打开的方式 你打开文件 到底要干嘛 是追加了 还是读了 还是写了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A 以追加的方式打开 那追加方式打开 大家需要注意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如果文件不存在 就创建该文件 如果存在了 就自动 它会自动让文件 刘子珍定位到文件尾部 定位到文件尾部 定位到文件尾部 然后进行它操作 操作 那么什么叫文件 刘子珍 两个呢 在后续会给大家讲 后续给大家讲 那么这个讲呢 可能就是下午的 下午的课程了 下午的课程 然后呢 再来一个啊 就是我们的加号 加号呢 就是一旦看到加号 因为 因为啊 R是读 W是写 那么我要可读可写 就是以可读可写的方式打开 可读 因为我打开文件 有可能同时要读 要写啊 叫可读啊 同时具备啊 不是同时可读可写 同时具备 读也行 写也行啊 可读可写 可读可写的方式 打开啊 可读可写啊 加号就是可读可写啊 那两个为什么不写个 不写个RW可读可写 你看一会儿RW 它有它的作用的 比如读是R 读是R W是写 那么加起来不就可读可写吧 这个有特殊含义的啊 和这个可读可写不一样啊 所以说一般我们是用加号 来表示可读可写啊 别别杜撞啊 别杜撞一些东西 对吧 别杜撞啊 别杜撞 那么是追加啊 我把这个变个颜色啊 追加 那么这个是直写啊 直写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直读啊 我们啊 直读啊 OK 好了 这是这个啊 然后这个呢 追加的方式啊 打开啊 打开 啊 不是 同时读写的方式打开啊 这个呢 我给你看一下 这个就不用记了 这个不用记了啊 那接下来就是两个参数 B啊 B和T啊 这给大家说一下 B和T啊 记下来咱们就下课了 B呢 B呢 就是什么呢 以二进制文件 以二进制方式打开文件 以二进制的 这是文件方式的啊 以二进制的方式打开文件 而T呢 是什么呢 以文本文件 以文本的方式 以文本的方式 方式打开文件啊 打开文件啊 这要注意啊 这要注意 好 这是可以省略的啊 一般是省略的啊 省略的啊 一般省略不写的啊 注意 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 二进制啊 这二进制 文本 文本啊 文本 这就是这个读学方式 比如说我们 到 我看一下它有没有案例 就是一会儿下课了 我们看一下有案例 这一下 下午再讲吧 这讲不完了啊 这就是 大家呢 记住这几个东西就行了 记住这几个 其实整个打开方式就是 RWA加号BT啊 组成 BT组成 那么选择其中一个组合啊 其中一个组合 到时候组合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行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行 OK 那么今天的内容呢 就到这儿啊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儿啊 咱们下午 再见啊 咱们下午再见啊 伙伴们啊 好了 那我把这个视频呢 保存一下啊 视频保存一下 好 好